所以现在这个楼梯的样子是咋样的 要怎样做呢? 就这样子放 你这样看,像不像一个楼梯 不像对不对? 这边才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 这边顶一个,顶一个,再顶一个 这样子就有一楼梯了咯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由于上一支影片 有很多人叫我做 可不可以做类似这样子的系列给大家看 大家好像都很有疑问 问我这样子做要多少钱 要怎样要怎样 不然这样啦 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是因为你们讲到 这样我就做 我尽可能 我尽可能 把我会的讲出来啦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靠这个吃饭的嘛 而且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有什么做到不好的地方 专业的人士你们也可以给我一点意见 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从中学习到一点 我以后你妈 不是,我都妈 竟然是这样的话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今天要做一个 哎呀 我昨天设计了 跑下来了 12 seconds later 丢了 没有save到了 丢了 要重新画过了 What the f**k 不然这样你们等我一下 我重新画过 1 hour later 各位我飞来了 我终于画好了 换了我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 呵呵 今天我要做的东西很简单 全部用板就可以settle了 首先我们要先把 该分类的东西先分类出来 这个背面的板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是主要的支撑点 所以这个我打算做六折 然后接下来就是旁边这两个 我会做一点缝隙缝隙啦 又美观 又有通风 又可以看到毛毛在里面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它的头跟尾 就打算做两折 两折宽 先把这两个做出来 接下来里面呢 里面其实我也只是做一个大概啦 就是没有一定是要这样子 不过就一个 roughly 至少知道我在切板的时候 要切什么出来 我也不懂会不会成功 我也不懂 这样做成本会不会比较高 不过我已经没有save了 类似要这样子的 差不多像这样子的大小 还蛮大一下 跟我这个的大小一样 700块到800块之间 OK我就尽量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做 看会不会比这700多块还便宜啦 非法不多说 我们开着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背面的板 先弄出来 6折 乘4折 OK 180cm 差不多就是这样高了 所以我的毛笼 就是差不多这样大个 接下来就要把上下给找出来 这个有点难 锯咧 因为它太长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已经把这个木的 要的尺寸已经切好了 它的长度也已经切好了 这里有一点小小的变动 由于叻 要回去的时候我发现 这一个尺寸 是没有办法进到我的车 所以我把它锯成一半 变成这样子 然后回去再想办法 把它变成一整片 一切就随即应变 我们搬回去新山 再继续做 The next step 回到新山的家了 现在要开始把他们拿出来 今天要开始组装起来 OK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最主要的结构 钉上去了 这个头跟尾是最重要的 然后头跟尾一弄好了 中间这个也会跟着纹 不过过后我们在中间 看哪一层我们需要 layer的 我们就放多一条 一条这样子放 你怎么被欺负啊 被欺负啊 这样可怜啊 走了走了 他们都走了 可怜啊 你看他 他被欺负 被这两只欺负哦 欺负到不敢下去大小便 所以你看在这边大小便 你们拿给我和睦相处啊 再不和睦相处就给你丢出去 好了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稳固性 好大一些啊 你们看 是不是很糗啊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打算封一个地方 到时候你把这个旁边封掉了 它的结构就会更稳固了 其实这样子也是已经很够了 你看这片板是一半的 所以以后你们的那个板如果太大带不回去 直接切一半 回去的时候像我这样子连起来 那就是其实很牢固一下 过后呢 我打算在这边搁一个洞出来 然后这边就放那个毛沙 那它搭变的时候在里面搭变 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柜 可以直接拿出来清理 大概是这样的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用这个电锯的一些小小 tips 只要你装上一只这样子的木 装在它的底下这边 你就可以把这个当做它的底部 把它来量你要锯的距离 比如说这个是我要锯的线 放在这边 你只要确保它是可以顺顺过完 那这样子 这个就是等一下你会锯出来的线 试给你们看 完美 是不是很完美 又省钱 不用买太多粒辣辣的工具 又方便 这样子放 看 刚刚好 不多不少 OK 目前它的基本框架已经出来了 你看跟隔壁其实差不多 只是 这个是五车 这个是四车 OK 接下来叻我会做一些小小的 accessory叻 是我这些猫可以爬上去啊 然后跳来跳去啊 一些 比如说我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你们看到吗 是不是很像椅子 跟它卷成类似这样子 那那个猫就可以爬上爬下咯 OK 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了 好一个墙壁 拿上去 啊 你看是不是 就是 接下来叻我要用这一些木条 给它好像一条一条一条 这样子叻我们就还可以看到里面发生的事情 然后最重要是原本我是要两边都一样的 可是我发现我买的木条不够用 所以叻 另外一边 我就用这里剩余的一些木条或木板 来做它的墙壁 又或者是 啊 啊 这个可以啦 啊 就用这个多余的这个铁 来做一些笼子 来看看完美的借口 啊 是不是很有standard咧 你看虽然这边是还会摇来摇去 不过到时候这边中间再塞一支支撑点 啊 这里就过一动了的啦 旁边呢 这边 我们就这样 哈 用这个 把它封住中间 然后上面呢 就用这个 来这样封住 这个又刚好它的size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在这个板里面呢 串多多洞 这个钻洞呢 其实我买了几个size 我是不知道哪一个size最好 所以 都用啦 今天我们就进展到这边 今天我们要做的东西是要废物利用 也就是这个 这个本来它是一间物质来的 就是给Jubi的一个小狗屋 可是Jubi好像不太住这种小狗屋 所以我就打算跟它拆掉 鞠掉 然后跟它弄成 这边的一个猫屋 还是什么啦 现在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 想法 很美好 但现实 很古 是吧 想法虽好 但现实 是很 要这样讲这句话 这样讲去 我顺便跟你们讲它们的这种板 其实它是纸皮板 如果你们要做这种 勾物啊 用这种纸皮板来做 其实也是很神奇 OK 这个 现在我们头尾已经有了 现在只要做它的底部 跟旁边出来 基本上这个就是 猫屋了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们有没有看出少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少了一个楼梯 对不对 我打算这个楼梯 就放在这边 我已经弄好了 所以现在这个楼梯 的样子是长这样 要怎样做叻 就这样子放 你这样看 像不像一个楼梯 不像对不对 这边才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边 顶一个 再顶一个 这样子就有一个楼梯了咯 哇 不是很厉害叻 嘿嘿嘿嘿 嘿嘿 这个地方 楼梯好了 好 好有样叻 过后底下再装到一个板叻 到时候这个就是正式的这个抽屉 今天我们暂时完成到这边 明天我们要去找一位朋友帮我们一个忙 就是帮我们弄一个aclic的板出来 因为我基本上很难找到我要的size的aclic板 就算找大一点我也不懂要怎么样把aclic板切掉 明天我们去找一个朋友帮个忙 看可不可以跟他买到一个我要的size的aclic板 没错就是这个3 pass 之前我做招牌啊,弄来的这些那些啊 都是这个老板他帮我 这一次也是特地来找他 看他可不可以帮到我一点点啊 我已经问了这个老板aclic的部分 aclic它有分成这种厚度 这个是2mm、3mm、5mm 之前我问他的是5mm 这个就是5mm 可是我发现呢,应该是不用这样厚 应该是3mm就很够了 所以我现在叫他帮我做一个我要的size 然后那种钻孔啊,他也帮我钻满 我们这个aclic板是做好了 我们现在回去给它装起来 我们今天就做好了 好了,我们这个aclic板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撕掉这个旁边 它就是透明亮亮的啦 现在我们要先自己把这个框架 旁边的框架做出来先 量好45度角 45度角 好,这个框架已经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撕下来跟它弄上去 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原来aclic板是可以直接这样转下去的 老板之前就帮我转好那个洞啦 所以我放下去的时候 是比较不会这样困难 哇,这样看是不是很像很专业这样 哇,现在可以跟它整个门封起来了 这个我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来跟它锁住 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打开 我们现在就来抓龙哥 来试试看 我们换地方要不要 来嘞,换地方咯 这时候有复试看 一个喜好 我们先给龙哥试一下 他的心很近 喜欢吗?喜欢吗? 哇,你看看看看看看 哇~!看买喜欢咯 那看买起来也是看的到他在做猫 嘿嘿嘿 把他会过娘给他带过来 OK 我们就给他们在这边习惯一天先啦 來,龍哥,你可以不要這樣懶嗎? 龍哥? OK,Ladies and Gentlemen 現在是最後的部分了啦 就是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 該要的東西都放在裡面 比如說,他們的廁所 看到沒有? 啊,剛好這邊有個洞 這邊就是給他進去大便小便的地方 他們其實很喜歡這三個地方 一個是這邊,一個是這裡上面,一個是這裡 最後是這裡 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地方 龍哥呢,就很喜歡爬這個東西 爬爬爬爬到上面 然後再下回來 好玩咩? 很好玩咩? 你講好玩咩? 然後樓梯我發現他們不是很喜歡用樓梯 他們直接掉下來 誒?啊?你在上廁所啊? 現在來到最重要的部分 整個東西我大概花了多少錢來做咧? 這個大家都很想知道對不對? 我一一的拆開來講 因為我不會再講第二次 現在講的價錢哦,是不代表 所有地方的價錢都一樣的 比如說,巴在巴督買的價錢就不一樣 只是抓一個中間的位置 給你們知道 這個版 它的範圍大概是 從85塊到95塊 甚至到100塊裡面 就會有 所以我們就抓一個100塊就好 我買了兩片 這種一條一條的叻 有些地方賣一塊錢 有些地方賣快三 有些地方賣快半 我大概買了十條十尺的 一扯是我們隨便算它一塊好不好? 隨便算啊 一塊錢我買十尺就一百塊了 這個小阿克力叻 其實講真的我在外面是找不到啦 我是找不到我要的尺寸 但是如果是變變有了的話 它大概的價位啊 我拿的是3mm 一片差不多 可以從150到200 其他那些是多餘的 就是有剩的部分 我就拿來用用用用用用 所以弄到來啦 這整個差不多 400塊裡面就可以做好 但是這次也是我第一次 完全用這木來做嘛 所以沒有經驗 但是給我下一次再做多一次啦 我可以控制整個 預算在300塊裡面 因為我現在不會做嘛 就亂亂做做做做做做做到 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我相信可能 在外面你們看到700多塊800塊 你媽媽也要算人工 我也覺得合理啦 因為畢竟這麼大嘛 我拿上一次的這個的尺寸 跟我這個的尺寸對比的話 加上價錢對比的話 其實省下來的錢 其實就當做是人工 這樣子想就合理了 出來了啊?出來了 現在是時候給你們看這個抽屜了 出來就可以清理 清理清理清理 放鬆一點 OK啦!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的話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或者是你們可能想看到我自己 再去DIY什麼別的東西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留言啦 我試試看我做不做到啦 如果view不錯的話我才做啦 view如果還好的話 就算了啦 自己做爽就好啦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雖然是很美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 你要一直罵它 因為這一直有手指印 你要做麼 你要做麼 開咯 啊 Rover 是下次再見 andere 呢 啊 是啊 我們 呢 有 doses あー